真的要非常非常感谢大家 因为等待的心情是非常难熬的 然后也是因为音乐剧 因为爱的这个人 所以大家彼此多了更多的宽容和理解 对不对 所以非常感谢各位 今天又是周一 很多朋友呢是忙完了学业课业工作 然后呢赶到了上汽上海文化广场 来到我们的剧一堂 应该跟很多朋友都是老朋友了 刚才我还在跟天然说 我们这个一个音乐剧演员的诞生 做到今天已经是第28期了 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数字 时间过得很快 我还记得是2017年12月的时候 大家脑子当中想做这样的一个活动 来关注音乐剧这个行业 关注这样的一些 从他们梦想开始滋生的时候 这样的一个行业的演员们 这些年轻人们 然后从第一期丁辉 就这样一集一集走过来 陪伴他们看到了整个行业的 一点一点的发展 甚至是有一段时间非常迅猛的发展 当然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中间几个月呢我们是有一个暂停 那到最近整个的演出的行业 开始慢慢地复苏 看到我们的剧场 大家又走进来了 从30%到70% 可能很快会到100% 所以很多事情呢 它会经过一些考验 经过一些等待 但是希望不管是演员们的努力 制作团队的努力 还有各位观众的努力 大家的目标就是 让音乐剧这个事情 在我们的心目当中越来越好 那今天这位朋友呢 我在想其实也是挺有缘分的 去年我们第一场在 这个大舞台上做的诞生 就是他的好兄弟嘛 对不对 那天他是以神秘嘉宾的身份 出现在了整个的会场当中 后来是把他cue到了台上 那个时候包括我们也在想 他哪一天会不会以 一个音乐剧演员的身份 站到这个舞台上呢 时间虽然这当中也发生了 比如说今年碰到 这么特殊的一个情况 但是有梦想的人 因为他的坚持和因为他的实力 这个梦想就会很快地去实现他 所以呢 我的开场白就先到这个地方 因为他也等了很久了 希望跟你们好好地来聊聊天 我们来欢迎今天的 可爱的大男生贾帆 哇 哈喽大家好 哈喽 我碰到一米九的男生 就希望赶紧坐下好不好 我刚才跟甲凡说 我们俩今天就是 因为都是黑色 对 没有商量好都戴了眼镜 是 但就是一个大号一个小号 但你今天真的有点像哈利波特 是吗 对 谢谢 我觉得今天也是 刚才那个姐姐刚才也在台上说了 说那个去是去年吗 去年啊 哎是去年啊 对去年 去年对吧 嗯 对对就坐在那个 Balkney的那个那个位置 对 完了之后是见证了另一名音乐剧演员的诞生 是的 完了之后 今天我自己也诞生了 你诞生了 我也诞生了 对 其实您刚才说的那个也是啊 其实那一天其实坐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就在想 哎我想自己有没有有一天也能够啊 站在我们文化广场的这个主舞台 然后也以这样的一种方式 跟大家去进行一个分享 以另外一种更新的一种身份 让大家能更多的了解我 但是我觉得就像您刚才说的是 有梦想谁都了不起 对 对 你若有梦想你就会往那个方向去努力 真的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 像去年贾帆跟雨鹏坐在那个地方 对不对 然后上面是方书健 对 现在你们三个人都已经完成了 往音乐剧演员身份的一个转变呢 对 然后因为一年其实说快也快 说慢也慢 其实今年其实在看我后半部分 今年的行程的时候 我说今年马上又过去了呀 今年又过去了 其实也挺快的 但是你说慢吧 其实也挺漫长的 因为刚才您也说了 我们也今年经历了一个全球的一个事件 然后其实今天特别难得 也特别开心 能够看到大家都是坐在下面 完了之后我们的剧场又重新的 差不多快恢复到百分之百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其实也经历了特别多 然后这一年也是好演戏呀 然后还有排戏呀 还有各种活动啊 对 作为优质青年 谢谢 经常被邀请参加各种活动 你看今天也是 因为之所以大家今天的活动 推迟了一点时间 就是因为人特别的多 谢谢大家 所以赶紧再跟大家好好的说两句 谢谢 特别感谢大家 就是其实今天机会也特别好 其实有很多的对大家的感谢之情 其实虽然在每一次采访都会有说到 但是更多的是希望 就是跟大家面对面的 跟大家道一声谢谢 真的从去年到现在 如果是没有大家的支持 我觉得真的 其实这一路其实说说艰难 其实也也有的时候也挺苦的嘛 然后其实就像我之前说 我说在演达力之前 其实所有人的首场都是很紧张的嘛 对 然后都其实那天我是坐在那个地方 看到他们的首场 其实对 就是首场 我就自己其实特别紧张 就看别人演字 就是我在心里一直说 这个词是这样 这段词的站位啊走位啊 然后作为一个副牌的一个音乐剧 其实它的时间也是挺短的 然后特别紧 然后第一天特别紧张 但是有看到大家的 其实有知道 大家有给我打气啊鼓励啊 然后看到外面的花 然后看见大家跟我写的一些话 其实 有没有什么话你记得特别深刻 其实每一句都记得都很深刻 但是真的真的 每一句因为 背两句是不是 不不不 真的因为大家给我写信 基本上都是繁范好啊 然后对 然后说你要注意身体啊 其实我身体其实挺 就我跟大家分享 我觉着特别好 睡得特别好 我睡得特别好 就是你看我不管 心大 对你看我不管多累啊 我这可能遗传我妈 我妈 妈妈有在看视频直播吗 我妈应该会在看 因为今天我外公还给我发微信 我外公快九十了 给我发微信 然后说你都演完了吧 然后我说演完了 今天还有 他说分享会 然后他说他应该也在看 外公好 就是爆料我妈 就是我妈的叫特别好 就是不管多累 我觉得只要睡好了 就第二天就是感觉就能休息过来嘛 然后我就 就我叫其实特别好 所以就大家给我写的信的时候都说 爱说凡凡说一定要注意身体啊 然后一定要就是吃饱饭啊 其实但是我觉得吃太饱 其实也不好 因为我 饱吹恶唱 不 我看我自己529530的那些照片的时候 就529530在这 我说嗯 我说这个人是啥 我们的PPT忘了调整顺序的 对不对 这个是529530的 对这两张是 好好老师拍的 对这两张老师拍的 特别好 其实这两张拍的特别快 我就躺在这里 然后老师看 就这个也没怎么修 这两张应该是没有修的 完全是靠光 对是光 然后还有老师的精湛的记忆 然后就是 但是那几天就是 我看到我自己的就是 因为大家看到了 我在演拉赫的时候 其实大家可能观看到 我的一些小动作 我在疯狂的提裤子 是因为松了 对因为当时我量体的时候 那个量体的老师就特别逗嘛 量体老师说 你不会再胖了吧 然后说要不要给你往外放一点啊 然后我跟我经理人就站在那边 他说他不会再胖 他不会再胖 只会再瘦 他说那好 我就按照这个给你做 我说好 那就做吧 结果来了之后 可能就搭建了 我都看着我瘦一点了 完了之后他就开始掉裤子 那掉裤子怎么办呢 我想掉裤子其实没关系 因为我是有麦在这里的 我就把这个麦放在下面 裤子一提 正好别到上面了 就不掉了 但是哪成想 我有的时候往这坐的时候 那个麦就露出来了嘛 一露出来之后 他只要那个裤颜 在那个接收器下面 他就往下掉裤子 哎呦 我就是这掉裤子怎么办 我就看着什么时候暗光的时候 我就赶紧拎一下 对 所以就那个巡演的时候 可能就是让老师在帮我 就是把它再稍微缝一下 你是有在减肥吗 还是因为就是压力比较大 就人自然瘦了 哎呦 我云上音乐会的时候 好像没觉得太胖 对不对 是不是 你看你们光笑 也不说是还是说不是 对 瘦是吧 谢谢你的言不由衷啊 没有 云上音乐会的时候 当时是怎么说呢 那个真的压力特别大 因为当时又是五月份嘛 五月五号 因为当时疫情是处于一个中后期的这样的一个阶段 所以当时也没有开放现场的观众 然后所有的技术团队啊 然后所有的操心的事情 特别多 是的 然后而且大家还记不记得我那阵直播基本上一天一场直播 一天一场直播 对 一天一场直播 但是我觉得跟大家有一个更多的一个见面是好的 很特别的体验 对也是我也是很开心的 但是他知道我就做直播是我要装发 我装发 然后我还跟人讲价 我特别逗啊 我装发 你跟谁讲价 我跟那个给我做装发的老师嘛 那个老师就跟我聊的特别好 完了之后我找了一个做装发的老师 大家看我每次直播都是有多多少少不一样的造型 完了之后 然后更多的公司的同事他们在北京 因为当时也不要说是有travel 因为当时在五月份嘛 对对对不能来 五月份 然后你就找了一个朋友 完了之后他说 啊说装发老师就是 我可以可以说吧 应该还好吧 四百块钱 四百块钱一次 然后我就说 我说老师我那个半年没发工资了 咱那个 没演出 对我说 那个七百块钱三次好不好 你挺会过日子的 我就说 我说七百块钱三次 因为那阵时间就比较密集嘛 你就天天要做装发 假烦打开自己的支付宝 看一眼 有多少余额 最近的预算是七百块钱 对我说七百块钱三次 就还好的是因为我自备化妆品嘛 所以那个 还省了老师的化妆费用 因为我自备化妆品 完了之后老师说 那可以吧 就是我说我太难了 我说 我说我已经很久没发工资了 我说 就这样到最后还是谈下来的 这样的一个价格嘛 今天的专华老师可能在货台偷偷的笑 对今天 对然后 其实这些都是一些 挺特殊的一些 一些经历和回忆嘛 就是而且每天晚上就是想 有什么话题跟大家聊啊 或者当时也有很多不同的一些topic 然后跟大家去 去什么 然后每次直播像打仗一样 就是手机 大家可能看到我有时候一个设备啊 但是有的时候我是三个设备 对然后我就啊 手机已经那个就setup好了 放在那个地方哈 完了之后还有就有的时候 比如说他们想要有麦克的时候 你还要用一个手机再去 去插那个那个 声音的 声音麦克 完了之后呢 还有一个手机 你要负责跟对方的那些工作人员 是有一些一些联系的 对对对 所以三个手机 你还要随时担心手机可能没电了 对还特别忙了 完了之后你要插各种线 然后你还有那种灯 因为自己打光吗 对有我买那个那个圆的那个灯 全套网红设备都有 对全套的设备 完了之后有那个灯 有那个灯 然后就就所有的 比如说你还要 因为没有工作人员在我身边 但是我们公司的同事就是 也是远程遥控 对远程遥控 我说我当时是那个叫 当然今天的我不知道是哪一个 是有一个直播的时候 就是我云上音乐会的那个直播的那个平台 我们今天在哔哩哔哩 谢谢哔哩哔哩 是哔哩哔哩哩 哦就是B站 哦原来是B站 哈喽B站你好 你真的是自带效果器 没没没没 你知道B站直播你是要要有两个 两个APP的 对两个APP 完了之后还要打开叫直播机 对那个叫直播机 完了之后你一打开之后我还要调 因为你要调那个那个横屏啊 竖屏啊 完了之后还有那些什么那个叫 效果啊 对我一基本上我都先 第一件事我把所有美颜全都关了 真的啊 你是把美颜关掉了 关掉啊 我不喜欢开美颜 因为我开了美颜之后就是有点像 我自己看的时候都会笑出来啊 就那个眼呸嘴大的那种啊 然后之后我第一件事把所有美颜都关了 然后关了之后呢你就要调一比如说你的封面啊 或者是你这些都得调好啊 不然的话后台工作人员没有办法帮你改 然后帮你推流 然后这些东西 其实党就真的挺忙乱 每天 而且人家还说你准时上播 我说哦 好 然后说 说贾老师你准备好了 我们还有三分钟就要开始放信号了啊 我说哦 好 没问题 其实那段时间挺好玩的 然后我爸我妈在外面都不敢出声的啊 因为我们家隔音不大好 他俩在外头说句话干嘛的 你还急了 都能听我没急 然后我爸说话 我妈急了 我妈说贾老师你别说话 说儿子在那边工作呢 说你别说话 然后 你妈应该是用一个济南话说的 对 她就用山东话说的嘛 然后她又 有的时候猫还会出一些声音 你知道吗 哎呀 所以就当时就挺挺 现在想想我就说了当时觉得是很困难的一些事情 但现在跟大家以这种轻松的方式跟大家去交流出来 其实很蛮开心的 对啊 对哎我刚才哦 为什么胖了 你看这话题展开了啊 完了之后呢就那段时间被折磨过去之后就啊 音乐会也特别感谢啊 有大家的支持 然后啊 我当时也看到大家就就所有就我妈在 其实你们我妈没有在下面看 她在后台拿着那个手机在看直播看效果怎么样 然后她卡的呀 然后我还在跟那个某家乡卫视说 我说你们这个信号是不是有问题 不是不是不是 一个人要做一个团队的事情 对没没他们也是有团队在在那边去忙的 但是他们确实在那个楼里啊 就是那个信号 信号不是很好 就大家太热情了 然后导致就是 一只卡 就一只卡嘛 但是当时也是做完之后也是如释重负 然后也是就是可能那段时间比较放飞自我 然后就吃得香睡得着 然后后来就是说说哎 说我29530 说我当时跟我联系的时候好像是5月14号吧 好像5月14号 对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也是就是很多事情都是悬而未决嘛 对对对对 定不下来 定不下来 包括日期也一直在调整 是 对 然后最后定下来说是5月19号 我也想说哎 可以啊 我说那个那就来唱一下 然后我就收到了打力的两首歌 然后我们因为我唱那个歌它没有中文的demo嘛 然后它就是就是去韩文的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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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我听到的是韩文的 然后那个就是我就有时候听然后一看中文就有的时候 因为它分词不不不是特别的一样嘛 然后后来也是就是哎把调学会了之后再把中文的词填在里面 嗯 对就其实还哦对为什么胖了啊 来了对就是这张图 胖了怎么又敞开了呢 然后其实我现在就是看他看到这个可能是大家帮我修了一下嘛 但是那个正面照真的是很可怕就所有人我今天也好久没见我说你怎么胖成这样呢啊 然后我们制作人哈也就说说贾凡你是不是胖了啊 然后对对那个时候稍微有点胖了后来好像我这个人吧我是属于夏天一胖体质啊 啊弹性的对夏天会胖冬天就就瘦回去了啊 所以就导致掉裤子啊你看一个裤子就哎呀就扯了这么多话 开始我们担心就是说其实昨天刚刚演完然后大家都挺累的会不会聊着聊着就睡着 我觉得完全不会就越聊越嗨对我就看这说感谢大家大家挺累的是不是 我估计在下面有很多就是来看过拉赫的嘛是不是啊对特别感谢有大家的一个支持 你现在的那个身份是已经就是完全转变到音乐剧演员这个身份了吗 其实也没有我觉得每一个身份是代表的一个侧面 我觉得更多的就像很多的时候我在接受很多采访的时候也是 就大家都很好奇就是说一个学古典音乐出身的 说说为什么要或者是唱演音乐剧都感觉蛮意外的嘛 我觉得有很多人有这样的疑问但是其实我觉得我 这我觉得其实特别感谢我的父母 因为我其实大家不知道我就小的时候我就很喜欢唱流行歌 当时其实跟很多叛逆期的孩子哈是一样的就是小的时候也是很喜欢哼流行歌呀唱流行歌 你家里有听流行歌的氛围吗但是爸爸妈妈不都是男高音啊 对对对我但是我我会听啊你从哪里听呢就是当时就大家知道那种某某高对不对就买来学英语的 但其实啊是不是取习机啊对我还记得当时我还有一个Walkman 这是一个S开头的一个一个一个牌子对Walkman 哎呀哈哈哈哈哈哈 对有可能是第一张照片那个时候吧对呃后两张照片可能还不知道音乐是什么东西 哈哈哈对然后有那个Walkman就是我还记得当时是那个因为小儿也不知道电压是不一样的吗 对完了之后就充电我就充着充着电我那个蓝色的Walkman怎么冒烟的呀 哈哈哈对他又冒烟了完了之后后面就只能用电池再到后来就是就是父母就望子成龙就给我买一些 比如说那个呃那个学习机也变成游戏机了就是可以插卡带的 完了那个听英语的也就是时常就是买一些磁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磁带 你经历过磁带的年代吗我经历过磁带我经历过磁带我当时买磁带的时候就特别喜欢收集那个歌词本 哎就是那个磁带上夹着的那个里面那个小歌词条 对歌词完了之后就是你还可以那个那个那个步步高吧算了反正步步高 就是步步高不是小爸爸对步步高你还可以就是他还会反过头来覆过去的去去去听嘛对不对 完了之后你可以听完正面听反面听完反面听正面你都买过谁的磁带 我记得当时印象特别深刻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每一个我这个年代的人都有这样的一个记忆嘛 就周杰伦 哦 我觉得当我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是依然范特西对对对 那个专辑我就记得新华书店啊就是记得 那个红色封面的是不是 对对对对就是他 他戴那个帽子 帽子对 因为他依然犯个稀和伴授人好像没隔了多长时间 对 完了之后我就记得我去买那个辅导教材啊 去新华书店整面墙都是红的哇那个那个壮观的那样的一个 他就是一炮而红啊 对对对他当时已经红了 然后我就整个墙都是那个那个周杰伦的那个什么然后就买来听 我记得当时我还听那个孙燕姿 对我特别喜欢那个 我的小时候 天黑黑 我的外婆总会唱歌哄我 其实外婆的道理早就唱歌给我听 下着雨也要勇敢前进 然后我就说 是不是 把闷南语也学会了 对我记得他还有一点闷南语在里面 就是孙燕姿的 然后当时我记得 哦对有一次就是去年的106912月份了嘛 然后我还跟我儿时的偶像就是那个菲尔乐团 菲尔乐团 对当时他们 就是他的原主唱是吗 对对对 我记得当时的那个我们的爱过了就不再回来 直到现在我还默默的等待 我就记得这个当时我们家有车嘛 就放在那个CD就是在那里 对我记得小的时候还买过 我还买过一个一个 大家绝对想不到是谁 他是一个韩国的歌手 是 能猜到吗 女歌手 但是他 哎 宝儿吗 你怎么知道的 宝儿画他在日本发展的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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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所以我一开始买的他那个那个 哦当时宝儿专记贼贵 你知道吗 因为他最红啊 太贵 他当时在日本都是一线的 太贵了 我记得当时我忘了是 我这个可能是忘了是哪一张专辑了 天呐 贾帆你是你那个年代的小朋友 对对对对 我记得宝儿当时大家其他人的专辑啊 我记得是 二十九块钱 二十六块钱 进口的要贵一点 对 35块吗 宝儿的专辑都卖到上百 啊 真的 对我记得宝儿当时专辑一百二 我的天呐 那简直就是天价了 对 当时就 中唱发的 对 那一群歌手日韩都是中唱发的 对 而且他们当时比如说我 我有A碟和B碟 哦对 这个已经进化到了 CD 对CD 完了之后 你是不是还买过CD机 买过 哦 我不光买过CD机 我还买过那种DVD机 那种超解析的 大家知道我看 买的第一个 那个那个电视剧是什么吗 猜一下 我那个年代 电 不是 我没有买过韩宙哥哥 韩剧 韩剧吗 生死恋吗 不是 那是我妈 哈哈哈哈 大家想一想 不是 不是浪漫吗 那个什么什么什么 来自什么什么什么的 不是 来自星星的你是很后面了 有一部 不是 中央电视台还放过 我记得 大长津 对 大长津 你 那不才是你妈应该看的吗 对 大长津 你 那歌怎么唱 哎 那歌怎么唱 我也有 你真的是让人惊喜连连的讲饭 对 对 大家还看过大长津 所以大家知道我为什么那么爱做菜了吧 啊 就因为当时 其实那个故事很励志 很好啊 对 他就是被赶走了之后 我就 又学医 完了之后 你没有看什么金三顺之类的吗 哎 看过 啊 啊 就金三顺啊 就其实那个浪漫满屋我真的没看过 浪漫满屋没看过 对 那是我小的时候的一些一些一些回忆嘛 对 但是像大长津啊 就是帮你后来的留学生亚帝的那些自己下厨的一点 但是我记得我留学的时候看的那个好像是九尾湖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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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都不准啊 我就耳音就是听那个看韩剧学来的吗 我说如果你真的感受那个唱片行业特别兴盛的那个年代 我觉得你你的那个路子更宽呢 也就是一个歌路很宽的流行歌手 还有没有就是那个电视剧啊 就是ost啊邀约啊 这也可以啊给自己打一个小广告啊 很厉害就完全是意想不到的这一面 其实我跟那个姐姐在后台其实聊了一些其他 只有一上台完全没有按照后面的那个去聊 没有没有想到 因为我当时就是听你唱过一些流行歌 我就觉得流行歌可能就是我那天还在跟贾凡说 我说你选的一些流行歌都不是说难度特别大的 你没有去挑那种难度很大的流行歌 但都是还挺挺挺内心的 或者他都是很小的一些小就情歌的路线 你喜欢这些东西是不是 对刚刚跟可人和的时候 可人和的时候 可人和说你特别喜欢唱这些就是女 就是我觉得就很细腻的不是女生的歌啊 就是就是唯美的 对对对就是我觉得我很喜欢处理一些就大家可能从我的歌呀或者什么就喜欢处理细腻的一些东西 不是炫技的流行歌的时候 那我觉得就大家觉得好听 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音乐带给大家最本真的这样的一个一个状态 当然你说炫技比如说你要考学的时候啊 或者是你要有一定的目的性的时候啊 当然是需要有一些技巧在里面 因为考官会根据你所呈现出来的技巧来给你做一个评判 但是我觉得跟大家就是唱歌我一个是很开心 另外一个是让听到的人也很开心 所以你看那个我那天看那个PPT的时候 见过这三个照片 你不觉得那个那个戴眼镜的那个表情 我觉得好适合做表情包啊 就做头像 我今天超爱这个小胖男孩 没有我还有一个抹肺子粉的 就还有还有朋友把它做成了包对不对 太可爱 我还收到我一个就脑袋顶上抹肺子粉 对然后对 哎刚才说什么 对我忽然就是我忽然想到就发散了一下 我忽然想到就是就是其实唱歌也是吧 刚才有韩语歌嘛 也是学语言 语言其实也是有有有有有声调的 就是因为我也是因为我当时在海外留学 纽约吧 在纽约留学的时候就是其实也有很多的那些亚洲其他的朋友 大家知道韩国是一个音乐大国 就他们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一个地方 就是你别看韩国还没有可能没有山东省大 但是他每个音乐学院里都有很多韩国人 然后去学习音乐 他们学艺术的挺多的音乐 学音乐的很多 对音乐 每个音乐学院里面韩国人站了半壁江山当时我们在的时候 其实有时候去玩啊交流啊就很多 然后其实韩语也是有口音的啊 有吗 有有有 釜山对釜山跟那个 他们 几周口音 首尔 首尔口音 他们首尔的同学就是他们当然他们自己开玩笑了啊 首尔的同学就是有的时候开釜山同学的韩语的口音的玩笑啊 他们有什么不一样呢就有一句韩语就是 no nalang sa guin le a ni mi o pa mo go le 对 pa mo go le 这个是那个首尔的啊对不对 那如果是扑散他们还怎么说 no nalang sa guin le a ni mi o pa mo go le 所以他们自己也说说 哎我们古山人就是 pa mo go le 就是说话就是带一些一些一些 就是这样的一些拐弯的那个调 所以有一次我当然我记得我在aspen的时候 旁边有两个韩国人就是用韩语交流 我说我说are you from 福山 然后他惊了一下 哦不 他说然后他因为他知道我是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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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嘛 他说你听得懂你听得懂那个口音韩语 他说你怎么知道我是从福山来的 然后我说因为你说话有口音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学音乐的也是一个必备的一个 喜欢音乐的人可能对语言都很敏感 我觉得瞪子是不是有点高 谢谢你 就站着比我高那么多坐着还要比我高那么多 所以你就是那个温柔体贴型的男生 没有我因为我刚才一直没注意我说哎我怎么做 我就往下挪了一下 所以你后来听到那个拉克马尼诺夫的demo是韩语的时候 你是不是心里有窃笑说啊韩语我的擅长 没有没有没有 我当时听了说因为韩语也是不一样嘛 他说那个那些旋律给我新的力量 然后韩语是什么 no melody 因为他们很多外来词啊 因为是从英文翻译过的嘛 旋律他们应该就有melody 然后完了之后比如说日语其实也是 也是啊 他们比如说passport护照 他们没有说passport 对对passport 然后制作人没有想到新的卡丝会韩语 没有没有我不会 早就做韩文版 没有他们就教我一个比如说去 哎我这个有没有跟大家 我记得直播就说过 没有吗那没关系再说一遍吧 无所谓了啊 那个因为我们我们很除了吃中餐以外 就很喜欢去那个42nd street 就是在纽约嘛 就是就k town korean town 一个是吧 他我们是朱莉亚是在66届 他们42届其实还挺近的 有时候喜欢吃炸鸡啊 或者是吃一些 我记得有一个餐厅他改名了 当时叫凡人他也改名了 无所谓做广告take31 他叫take31这个韩国馆子 然后他还有一个叫BCD豆腐锅 然后你你去了之后他送你黄花鱼 你就什么都不点他送你黄花鱼 就你去韩国馆子他基本上小菜把你喂饱了 你就点一个汤 然后他送米饭 晚上之后还给你你小菜吃完他还给你夹 然后这么说你你怎么样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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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就是让人家老板开心啊 就当然要叫姐姐了 就因为男女叫不一样嘛 就叫Dunna Dunna 解餐鱼 对你就说 对你就说解餐鱼 你就说我要结账了啊 他会给你打个折什么就贼开心 真的真的真的啊 又吃人家那么多免费的玩玩鱼还让人打折 对对对他就是炸的就是因为韩国馆子有时候也是挺好吃的嘛 就是中餐有的时候离的比较远 你真的就是从这个话题扯到那个话题已经不知道在聊什么话题了 跟这个LED的就没有任何关系 贾三从小就是这样的一个吧 你是真的很容易跟环境就融合到一起的人吗 呃啊啊啊 就是从小就是你是孩子王长大的吗 其实还好吧 是吗 嗯 其实小的时候其实大 来回到小胖 回到哎对 对 就孩子王那样其实也不大能当孩子王吧 哈哈 就是其实但是 那是一个活泼的小男孩的样子 对跟大家相处的都特别好 因为喜欢唱歌喜欢音乐 就其实性格挺开朗的啊 就除了数学不大好啊 数学不大好是因为小的时候我第一个数学老师 他特凶 把你吓着了 真的把我吓到 而且我我就是就就就就小的时候算数就算不过来账了 现在当然也算不过来账了 那你还跟化妆师谈价钱 哈哈哈哈 这种十以内的加减法 这 对 可以 嗯 从小就是因为爸爸妈妈都是 本来就是做声乐的对吗 你所以就是真的是耳濡目染听着长大的 嗯 这话题硬拉回来 硬拉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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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对可以这么说吧 哈哈哈哈 一下对 主要是妈妈在看直播我们聊一下妈妈 除了知道妈妈睡眠很好之外 也想知道一些妈妈怎么培养你啊 爸爸就是小时候在家里的那种氛围 我妈怎么说呢 呃 我妈在看是吧 我觉得我妈应该会在看啊 就说她点好话的 不能老接到老底啊 回不了家了 没有 其实我觉得 父母对于我的更多的是一种 啊 爱和一种信任 我觉得 你是属于被 就是散养大的还是说 是规矩做了很多的孩子 我不是 我其实不是一个被散养大的 其实这里头有一个原因 因为我小的时候被烫过 被烫过 啊所以现在就是大家可能看我不管在热的天都穿长裤 嗯 对 因为是小的时候是被烫过 然后腿上有一个 有一个疤 对 所以就是啊 我觉得那 那 那个疤其实我觉得 把爸爸慢慢吓成了 但是我现在回想起来 可能从小会对你造成很多的一些影响 因为你会自卑 因为大家小的时候都是穿那种短裤呀 就小的小男孩穿那种短裤 我就不会穿 嗯 因为我是觉得我是哎呀 会把我的疤就是可能会露出来呀 嗯 或者是干什么的 就是 不怎么会去穿短裤 其实到现在就是养成了一个习惯就穿 但是现在想起来好像也没有什么 啊 但是那次烫到了之后 其实父母对于我来说就是会看的比较 啊 多一些 就小的时候会担心的更多 我记得人家小的时候啊 去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就是玩那种单排的轮滑 嗯 我妈都比较担心 我只能在院子里啊 看要是危险 对 然后人家都能骑自行车上学 我基本上是到初中以后啊 才可以骑自行车上学这一种 但是我觉得在整个的我的人生道路上来说 我觉得父母对我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就更多的其实他不会告诉你你应该去做什么 嗯 或者是你必须要做什么 你必须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啊 都没有 从来没有过啊 就是说即使是到现在 然后因为有的时候会跟爸妈说其实挺累啊 做这一行压力特别大 然后妈我妈说你自己喜欢 她喜欢就好 我说因为你开心啊 像说因为台下有这么多的粉丝就是等着你在舞台上演绎不同的作品 但是而且你做完之后 他因为他知道我是真的是喜欢这一行 嗯 所以就一直我觉得更多的是支持啊 或者什么 就是也没有说是非要吵着说你要怎么样 你一定要去哪里去干什么 或者是你一定要做出什么样的成绩从来没有过 是不是因为就是爸妈对你牵挂比较多 后来其实大学就考了山东的大学 没有想考外地去 对因为当时就是在家里读的嘛 因为当时也是挺什么 但是从家读完之后你们是不知道 我爸妈把我送到纽约之后 在机场里他俩哭的把我给吓死了 你得吓多大的决心要把你送走啊 我自己贼开心 啊我当时想的是因为我当时是在MSM 然后我们当时住在那个那条路叫Riverside 然后当时住在就是宿舍里面嘛 我其实这给MSM的宿舍打广告贼舒服 为啥呢 因为他的那个每一层楼的那个卫生间是有人打扫的 哎呀我说卫生间是有点不大礼貌啊 而且我最喜欢的是他那个马桶就特别大 啊 因为我有的朋友吧 有女生就他拉大提琴的 他从来不在宿舍上厕所啊 为什么呢 他说他说我我上到所要感受到双脚就是踩在地上的那种感觉 我说可以啊他说那是你 对 哈哈哈哈 就我贼喜欢那个地方 当然去的时候也是很新鲜嘛 然后有很多中国的朋友 其实我也想我想我爸妈你赶紧走吧 他把你送到纽约的是吧 对他俩还在那住了一个星期 我还记着住了一个星期 就是当时不是买那美国的奶贼大一桶吗 然后我跟大家分享过那个我妈给我喝菊花茶搜了的故事 哈哈哈哈 我妈还给我喝过搜的奶 哈哈哈哈 是喝不完吗 因为当时我是住在堂里面 他两个呢我还得让朋友给他租了租了一个apartment 就在Riverside那边 就离我还也不远哈 完了之后呢 那天我就 因为我妈现在是做做饭啊 就是炒炒菜 就怕刚开始不习惯 纽约的饮食 但其实非常适应 哈哈哈哈 然后他还做饭 做饭 他买了奶好像忘放冰箱里了哈 我也不知道咋回事 我说 我妈 我说这奶 闻就是尝起来 有一点异味 不太对 然后我妈就急 因为我妈 因为我妈当时心情可能也不是特别好 因为马上要走了嘛 就说我 你们这么多臭毛病啊 说你赶紧把它喝了 喝完了 因为下午还要去上课 嗯 我就喝了 喝了我走在路上肚子就不行了 哈哈哈哈 咕噜咕噜的 就反应贼强烈 哈哈 对 我妈给我喝过搜的奶 但是这个 还是还是长得挺健康的 对 但是怎么说呢 当然他俩真的走的 但是我回国之后 然后我跟我父母的感情是特别好的 嗯 我妈 我爸跟我说我妈哭了一年 哈哈 真的吗 真的哭了一年 就感觉是 就感觉是 就感觉像把孩子送到幼儿园 然后妈受不了了 就妈天天在那哭 对她哭了一年 a year amazing surprise 哎妈妈是不是 爸爸妈妈因为都是音乐家嘛 对 然后身上就是多少那种文艺的感觉气息 会比较多一点 但我不知道 我有可能是我爸骗我的 所以妈你真的哭了一年吗 哈哈哈哈 对 就比如说他出去逛街的时候就有 嗯 啊 逛街对 我妈比较喜欢带我出去逛街 嗯 有的时候 sometimes啊 完了以后 那个 他就会比如说有回忆的地方 然后说每天晚上哭 但是我跟父母之间我觉得这样的一种 经常联系的这样的一种习惯 从美国养成的 基本上我回到了我住的地方 都会跟他视频给他报频啊 然后走的时候也会跟他说 我说哎我要去上学了 所以我妈基本上是 每天 基本上是收到 我说我要去上学了 然后他才睡 哦 完了之后呢 基本上等我回来的时候 他就醒了 嗯 我就跟他每天看到我说到家 才才才才才 你要是偶尔万一没有准时发的话 妈就会急死 他会给我 他会给我发微信 嗯 如果是有什么的话 我会直接科技改变生活 哈哈哈 你们家的那个爸爸是男高 妈妈是女中 你是男中 你是男中 你们三个人 那个声部有合作过吗 在家里 不是大家不有看阳光路上 对不对啊 有有一起演过 就那个唱过 对唱过 当时那也是特别神奇的一次机会啊 阳光路上 装装哪个频道的 我不记得了啊 但是我自己还看到了 当时好像是什么什么家庭 然后说哎呀我们仨都会唱歌啊 家庭才艺秀一下 对对对对对对对 就很很很多的家庭 然后我们三个人就被拽上去唱那个阳光路上 挺好玩的 那是那是唯一的一次全家在公开场合 就是以组合的形式出现吗 哎应该是成团成团 解散 回去之后爸爸妈妈说觉得 挺好跟着儿子一块出道了 对解散了 对不喜欢他们两个了不合 对内不合解散了 爸爸唱男高音对你的影响 就是妈妈又是女中 他们对你们的那种音乐的灌输的方法是一样的 还是说会是高度一致的 没有他两个有时候比如说 有的时候你知道做家长的喜欢夸自己的儿子 好像有的时候说 我爸就说哎呀说儿子乐感真好像我 我妈就说得了吧你像我才对 比如说这个但是真的正儿八经的 比如说跟爸爸一起就是上课啊或者什么 真的会吵也不叫上课就是探讨 吵架 所以我妈就害怕 因为你帮这边也不是 帮那边也不是 对吧 我当时还小 你帮我爸爸 以后父亲就没有办法去教育儿子了 对不对 你要帮着我说话呢 觉得 帮他说话 我妈又于心不忍 所以我妈就养成了一个习惯 只要我俩一进秦房 他就睡觉 让你们俩自己去解决问题 他说 你别让我看见 别让我听见 眼不见为净 你俩怎么打怎么打 所以就是 但是就是会有 我觉得是潜移默化的吧 这样的一种影响 特别好 就是我记得你参加《生物人心》的时候 就是说 其实就是听爸爸妈妈唱歌长大的 你看到过爸爸妈妈在舞台上的样子吗 你小时候 我爸的是看 我妈的照片 你没有听你妈在现场唱过 就做演员 做歌唱演员 那可能是我贼小的时候啊 因为我觉得我妈妈其实付出了很多 因为如果是家里两个 三个了 现在加上我 音乐家 那没有 三个人的话 可能都做这一行 我觉得 那就可能会 大家谁又顾不上谁 所以妈妈当时就是 有的时候就是 是更多的是 去会照顾我 跟 照顾你们俩 爸爸 然后我妈说 我自己也很成功啊 你看 你说我 当时之前 年轻的时候 有的时候 跟着爸爸一块出去演出啊 爸爸都唱 唱的是什么 曲目 我爸 因为南高音你知道吗 像敲咪咪的说 贼脆弱 南高音是 声乐圈的顶尖啊 对 他就贼脆弱 就比如说 他们有一些小习惯 就比如说 在饮食上面啊 或者是什么 他们就 因为 南高音不是自然声区 南高音是 所有男生的自然声区 是南中音 所以然后后来 就是跟着我一块到处 我记得当时 其实印象挺深刻的是 我跟妈妈一块去美国 去考试的时候 因为当时英语也不是特别好 但我觉得自己那种闯劲 不知道是哪来的啊 我当时 为了便宜啊 我订那个连程机票 我记得非常清楚 那家航空公司 Delta Airline Delta Airline 就是你一进去就贼红 因为我当时 我base在底特律 不是底特律 安拿伯 就是University of Michigan 的那个 因为那个地方 然后我在安拿伯那边住着 在安拿伯那边住着吧 我就得从北京飞到底特律 从底特律 然后坐一个 蹦蹦蹦 就是坐个小车 然后到安拿伯那个地方 完了之后就带着我妈 我英语也不是 当时真的不是特别好 你虽然就是把所有考试都过了 但是你的口语还是没有那么溜头的 基本交流 我就订连程机票 七成连程 真的 你很崩溃 我也做过在美国 对 一趟线 因为你比如说我光订往返的机票 它可能是一个价 但是我七成连程了 它便宜很多 但如果是我要是在美国境内订那些 它就很贵 对 所以我就一定订一串 因为它有那个国际航线 所以它国内的也给我打折 这不可以是金牛座 真的 完了之后 我记得当时很清楚 我就先看那个音乐学院在哪 完了之后呢 我就那个从旁边 就从 我记得当时是Google Map 还是叫什么 什么上搜 我就搜Hotel 然后看最近的那 我先看多少钱 然后问我妈 我说一晚上这个钱可不可以吗 说OK 完之后就拿着我妈的那个Credit Card 然后先把它那个就书上去所有东西 就订好了这一串 我记得当时在Citinetti的时候 就是那个University of Citinetti 就西西纳提那个学校 我记得当时我好像看错了Audition的时间 因为我 因为西西纳提作为第二站 我只要看错时间 比如说我误了那个飞机 后面的一趟全部坐飞 对 都卡着点呢 对 我说我不坐还不行吗 不坐也不行 你就必须要坐那趟走 不能改 不能改 我当时就Audition的前一天就特别的紧张 我说这怎么办呀 我就一下没招了 然后我妈当时就给我宽心 因为第二天要考试 说没关系 说这算什么 赶不上我们重新买 我就因为我也没钱 但是我觉得有我妈 当时我觉得年纪小 可能这个就想不开 说万一赶不上怎么办 当时我妈也没有挤对我 说你怎么看错时间了 或者什么 她说没事 她说这个不要紧 她说怎么样都会解决 然后第二天呢 那我就操着一口 就是不是特别流利的英文 就跟老师说 能不能给我换一下那个时间 结果发现那边的接待的 都是中国留学生 所以我直接用中文跟他说 我说我赶不上飞机了 那行吧 说正好前面有人cancel了 正好 你就把我换到前面去 然后我记得我们大包小蹄漏的穿着蚝 肥冷 冬天 二月份 穿着蚝 完了以后 就怎么说呢 就从完了之后 就飞到了那个San Francisco 飞到三番之后 我们一下来之后 一看我们就是从那边过来的 人家穿的都是热裤 我们穿着蚝 我记得当时还有那个靴子叫Arg 对吧 叫Arg那个鞋 穿着Arg 穿着蚝 就来了 对 其实挺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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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历体验 其实很少人有有人有这种体验 比如说在国外那种艺考赶考 在国内艺考赶考就已经是很波折了 对我还记得特别清楚 我当时在NEC的时候 在Boston New England Conservatory 然后NEC考试的时候 因为我当时唱的那个作品 就是《Souls and Fouls of Una Plotrait》 就是暴风咒语那一首 那贼难弹 一般我都会跟人说 结果那个pianist可能不知道怎么回事 弹着弹着之后给我断了 不弹了 放弃了 放弃了 对这个时候我觉得其实就考验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演员 或者一个反应 那我就接着唱 我就当它 你就无所谓 那你不弹就不弹了吧 所以这种情况是经常会发生的 然后一说到Boston 我就想一想 它那有个快餐叫Panda Express 我记着我们说 我跟我妈说 终于有中餐了 终于不要再吃subway了 在美国很痛恨subway 还有什么taco 然后subway 什么墨西哥的那些 我说终于吃中餐了 完了之后呢 我说orange chicken是什么东西 我说啊 糖醋里脊 吃完了之后 你永远不能连着吃 会腻 然后那天我说 Mongolian beef 我说这个东西 我说肯定咸吧 其他东西太甜了 Mongolian beef 结果它是红通通的 结果一吃 我说还是甜的 他们是不是用了一种sauce 就感觉用了一种酱 炒了所有的东西 就又有 你就一开始 像是你说 而且你 他们炒面跟rice 你就会炒面 然后或者是 比如说米饭 就说rice 然后炒面 就说炒面 都挺有意思的 我记得我当时在纽约 你去过法拉圣吗 去过 法拉圣 对 然后因为那个是 有很多中餐在里面 对 但是还是口味是跟 不太一样的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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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拉圣 是比较适合北方 比如说它有东北大乱顿 它有那种杀猪菜 所以要吃东北菜 我在那边点小龙虾 所以觉得味道不太对 对 你要在那个地方呢 你要吃北方菜 China town 其实是吃那个 南方菜的地方 对 然后我记得 Boston还有个地方 叫石库门 对 是上海菜吗 上海菜 那石库门 然后它有什么 但是它做盐水鸭 又是南京的 对 就你知道 就很混乱 其实老外 其实也爱吃那种 辣的东西 其实成都 中口味 对 成都管子 对 一说这个又想起来一个 大家知道 大家知道 叫什么 叫 launch special 对了 你们知道什么叫 launch special吗 不知道吧 就那种中餐 中午的时候 它会便宜 对 就比如说 我点一份 过油肉 回锅肉 26块6毛6 然后你还加15%的 那个tax 然后你还要再给它 那个tips 小费 小费 基本上10%到15% 15%到20% 算吧算吧 就大概 36块钱 挺贵的 但是launch special 只要16块6毛6 它也给你一碗汤 对 所以有的时候 我跟我室友 我们就会 launch special的时候 点两份 因为它便宜嘛 所以我们晚上 就把中午没吃了 那份热一热再吃 挺会过日子的 对 因为 你就 书很贵 大家知道 纽约的谱子贼贵吗 我那本 就是 我觉得最贵一本 叫 The Republic Christian 那本 我其实卖200刀 特别贵 因为布里顿大师 现在就是去世的 还比较晚 对 它那个版权期 还没过 对 普朗克呀 对 比如说 当然我们的 拉赫马尼诺夫 也很贵 拉赫也是 所以很贵的 因为它是要按照 版权期来算的 是的 所以你就看 那么薄哈 那就能卖你 五六十块钱 美金哦 Dollar 对 能卖你五六十块钱 那你还是 我觉得你还是挺自律的 能够把自己的生活 规制得很好 虽然你是 爸爸妈妈一路 没有 大家当时如果看到 我那个时候照片 知道我可能 不是那么自律 真的吗 因为我那个时候 胖到两百多斤 为什么 这其实有原因的 两百多斤 我妈当时看着 我妈经常 我妈有一次一年 去美国去了四趟 我妈总会 自己找 各种理由 这样那样的理由 去看我 完了之后 去四趟 有一次我妈见了 我在机场 我们就GFK 我妈惊到了 你知道我妈怎么说 我说你怎么胖成这样 呢 完了之后说 你看你大腿是大腿 小腿是小腿 因为你知道 现在如果是 没有那么胖的话 你看 是直线 对 穿裤子是直线的 对不对 那我那小腿 都出来了 妈说你看你胖的 大腿是大腿 小腿是小腿 你妈这形容词 腰是腰 肩膀是肩膀 那个可能是夸 但是他说我胖 怎么回事呢 是我 其实当时在 朱利亚上学的时候 其实 给你安排的特别紧 课业什么都安排特别紧 安排的紧 结束了以后呢 其实你中午的时候 我们学校侧门的旁边 有一个叫 Gourmet Garage 然后它是一个 叫Grocery Store 就是卖那些 就超市 就是Lawson 对 就是这种东西 它卖的东西贼难吃 所以我们叫 Gourmet Garbage 我们叫它垃圾站 垃圾站 对 但是你也得去吃 对不对 你就买点什么东西 中午吃 吃了之后 晚上比如说回到家 又饿了 对 你的那个Rehearsal 全都结束 我们是这样 我们从早上 9点开始 一直到下午6点 这个是属于 学校的课时时间 6点以后 是属于Vocal Arts 因为我们所有声乐的人 都在Vocal Arts里面 他们有专门的一个部门 叫声乐艺术 就是唱歌 就是它会给你很多的课 比如说Coaching 我们学校 Coaching你们也要学 对 我们是跟人一对一的Coaching 就基本上 我全世界只有Julia可以做到这样 就是我们学生一级只有10个人 就算吧算吧 大概就是 就七八十个人 对不对 就整个学生乐的七八十 但是老师能达到90个 我们的老师是比学生要多的 要多 对 所以就是你上完这些课 回到家就10点 因为你还有有时候练练琴 对不对 市场练 Ear Training什么的 练练琴 回到家10点 10点你知道我做什么吃吗 不是把中午的热一热吗 不 那是后来 那是假期 就是假期的时候可以这样 就是那个周六周日可以 但平时可能没有这个空 那怎么办呢 你做什么 韭菜 粉丝 鸡蛋 培根把它炒一起 多油啊 做我菜的都知道 鸡蛋贼吸油 鸡蛋是很吸油 而且粉丝都淀粉啊 粉丝也吸油 韭菜也吸油 培根往外放油 炒一盘子 就配合 但是很好吃 很好吃 就是配合着 当时也看一些综艺啊 就是什么的 我那时候还好没有吃播 哦 没有 当时可能会看一下 比如说蜡笔小新 那个很好下饭的 蜡笔小新特别好下饭 因为你不需要动脑子 看蜡笔小新 就在那吃 就吃吃吃 可能吃了一个学期 就 我其实当时肚子都是这样的 你那个很像那个 就是夜宵摊的大师傅 就是很爱炒那个炒米粉啊 酒菜炒蛋啊 对 我跟人家的技艺不能比 但是也挺好吃的 但是晚上因为上的都是声乐课 会很容易把人弄得很兴奋吗 不会的 不会吗 被他们折磨一轮之后 会很累的 你猜朱利亚就是学声乐 会不会也会要求去参加一些声乐比赛啊什么的 那倒没有 因为学校不放 哦 对学校 因为他们是 我记得当时我是参加了 Nourish Demon 就是德国新声音 嗯 德国新声音 然后 第二年的时候 我记得非常清楚 是我参加完了之后 第二年的几月份来着 一月份 我当时还在MSM Wahattens School of Music 然后我就收到人家的 那个Yan Artists Program的一个 就是青年的歌唱家的一个计划 但是它是短期的 但它每年只会跳一到两个人 嗯 你记得那年去了 Yakoub那年去了吗 我不记得 就我同学 大家就Google一下 就现在Content Tenor就是 就是党内的金发碧眼的贼帅 好像我跟Yakoub 然后是到那个下一年的计划当中 他们会请全欧洲最好的歌唱家 去给你进行一个星期的一个training 完了之后 在后面会有在 有一个音乐会 这样的一个形式 嗯 完了之后一月份 我就大应该贼开心 而且又免费的哈 出我旅游谁不开心啊 嗯 而且还有人给你钱 那不给钱 不给的吗 他不会给你 他不给你奖学金吗 就是那个计划 所有都免费 免费 你就不需要拿一分钱 明白明白 对 完了之后呢 结果就是 当然我记得那个计划是October 就是大概10月11月那一阵子 当我9月份入学之后 就跟学校说 学校就不放 哦 他们觉得 哎呀 我们学校吧 我们学校slogan是啥呢 We Juilliard 哦 哦 就 其实我们有的时候 就是我们已经培养的是艺术家了 你们不需要去外面去 对 他 被承认 但是有的时候也是理解 比如说 我们这个都是按照你的schedule 然后都给你排好了 你要请假的话 你落课了之后 我们对你不负责任 就是那样的 因为当时刚刚进学校嘛 你想算了 嗯 所以学校是对你的attendance 比如说你的上课什么管 那是特别严的 嗯 对因为我认识的一些 比如说南高音啊 包括像石仪杰老师 他当时在日本读书的时候 也是申请到了欧洲的 类似像这种青年艺术家计划 包括其他的一些歌剧演员 因为这可能是学美生的一个通常的道路 对不对 我们的生活就是平时上课完了之后 Summer是去那个就Summer Program 嗯 去演歌剧 就是夏令营 就夏令营演歌剧 完了基本上就是就是这样的一种 就学校有的时候 可能后来也没有 因为一直在学校特别忙碌 嗯 所以你那时候 嗯 那时候 那时候的未来的目标 是不是就是大家认为的 就是歌唱家的一个成长的路线 以后可能就是去到 哪个歌剧院团呢 或者是怎么样的 当时 我记得当时好像是 怎么说呢 就 其实当时在学校里待的时候 就是有 那就是 因为怎么说呢 就是 不知庐山之面目 只原生在此山中的那样那种感觉 嗯 觉得啊 这儿也好啊 那儿也好啊 就到处都好啊 就哪儿也不想去啊 就想在学校待着 对 就想在学校待着 但是 现在 出来看看觉得 哇 外面的天地还是很大的嘛 嗯 对 所以 呃 当时也没有什么太具象的一个目标 嗯 就是 呃 想要这个考完了之后 再去考下一个啊 或者是看有没有什么 我们其他的科剧院的一些啊 工作机会 对 然后就是这样 嗯 因为我记得当时目标也跟现在其实有点像 就我把学校的剧忙完之后我就开始apply的 就是申请我的summer 嗯 因为你不可能考一个都重哈 嗯 所以我就有时候申请aspenash tacqua 然后还有欧洲的一些 呃 一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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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夏令营 嗯 嗯 不就不是我这个夏令营不是我们想象的是出去玩的啊 就真的是去学习的 嗯 所以就是这个忙完了忙那个 然后那个忙完了忙另外一个 还是很学生计划的一个规划 对对对对 嗯 包括你后来去波兰申请这个博士学位也是这样 嗯 你为什么会去跑到波兰去申请一个学位 选择这个国家和音乐学院是为什么呢 在美国带够了吧 因为嗯 但是我很喜欢波兰这个国家 是啊 嗯 因为怎么说呢 在美国上到朱利亚 其实大家嗯 认识的 它其实叫朱利亚的school 它全名不叫朱利亚音乐学院 嗯 它音乐只是它的一个部门 嗯 完了之后呢 我们的performing arts 就是我们的呃 表演艺术是全球排名第一 它里面包括了芭蕾舞蹈 戏剧和音乐 对音乐只是它的一小项 分支 分支一小项 然后呃 我觉得在美国经历了那样的学校以后 呃 我就想去欧洲看一下 嗯 去欧洲看一下 完了之后呢 呃 又看了就 对比来对比去就是挺 去波兰 为什么去波兰呢 就是怎么说呢 因为大家知道 波兰这国家有点惨 比较苦难的民族 对 就是稍微比较苦难的民族 完了之后 我是觉得 因为艺术 呃 基本上是一个人文的这样的一个结晶 在在在在里面 它不管从 对 它的文化呀 还有它的传承呀 和它民族所经历的所有的一些事件 都会烙印在它的艺术的一个作品当中 所以就是很好奇 这样的一个一个国家 完了之后就 而且它还可以用英语授课 哦 是吗 对 所以就是 选择了波兰这个国家 嗯 而且它离着德国也挺近的哈 它离着法国也挺近的 所以 就是 也 其实也没有考虑太多 那我觉得因为波兰它虽然不大 可是艺术家都是大艺术家 对 在我心里跟以色列有点像 而且它的文化 其实底蕴挺深的 因为 它也是个宗教国家 对 宗教国家完了之后 有点惨 嗯 完了 在那边生活也比较便宜 嗯 我记得它那叫姿洛提 嗯 我 我还记得我当时 去 去华沙的时候 哇 那个地方 完了之后 我当时 哎 我去吃饭哈 我就咬咬牙 跺跺脚 去他们最贵的 对 他们 那里逛街真不好逛啊 他们整个华沙就一个商场 哦 比较好的就一个商场 哎 我还离着音乐学院还挺近的 应该想想想想想想想在这吃晚 咬咬牙 逗逗脚 一看着汉堡多少钱 嗯 75自罗提 它是一个什么概念 这等于150块钱人民币吗 啊 二比一嘛 因为一百五十块钱 还不用付小费 对 因为他那边 不是那么贵 物价没有那么高 然后我就问他们博大人 我说 你们为什么那么爱喝酒啊 因为你可以看到遍地的酒吧 他们说我们黑天早啊 你冬天去的时候 大概下午一点半 天就黑了 就黑了 这个路灯就开开 黑天贼早 所以他说 漫漫长夜都需要喝点酒 有点靠近北欧的那个 对对对 所以他们太阳又少 而且就特别冷 所以就是一到夏天 你就看 所有波兰人都撒压子出来了 我觉得还是很开心 听你说的那么多经历 很多人都觉得很不可思议 我也觉得不可思议 你自己回都觉得 我怎么可能经过那么多的事 但现在我可以用很轻松的方式 跟大家讲述出来 但其实你在经历的时候 其实并没有这么轻松 因为你去到波兰 你谁也不认识 对 语言又没那么通 波兰语会一点了吗 就会了 请多不赖 都不赖 一共就会这两句 完了之后就说英文嘛 说英文 你要去跟老师去交流 完了之后 你首先你要解决你自己的生活 你要知道学校在哪 完了之后 你要知道怎么样去跟人交流 或者是你的吃穿 你都要解决 这些都在 你一个未知数的一个情况下 你就到了那样的一个国家 所以这些东西 而且我当时连钱都没有 因为银行里不换自洛提 我都没有听说过这个壁种 听得很陌生 对 它不是欧元国家 你要先换成欧元 换成欧元 完了之后呢 你要去商场那边 再换当地的 对 你要到当地拿欧元去换它 就是 你像这种店一般 比如说我们在纽约 这种私人开的兑换 我们连进都不会进的 但是那个地方 你就要是进去 自己去换钱 所以这些东西 都是需要你一点一点的去经历 感觉是换了一个年代 在生活 对不对 对对对 真的 你这些东西 自己去经历 自己去做 其实没有大家想的这么简单 其实 但是包括你后来选择 去波兰读博士 那个已经是完全 自己在做选择 爸爸妈妈已经不会 给你参考意见了 都是支持你的 交流 还是会有自己的意见 对 当然得通知他们 波兰是自己去的吗 还是爸妈又送你了 自己去的 自己一个人去了 因为我记得去波兰还好 我记得当时就是 参加Nove Steeman的时候 德国新声音 我自己一个人 我在美国 我当时我记得 我在去美国之前 我在北师大 audition的 然后整个 我当时考到美国之前 我记得整个 华北地区 应该是 就是好像那天 就选了我自己 哦 整个华北地区 北京的所有的 都在那个地方考 只选了我自己 只选了 然后上海选了两个 一共三个 中国人 从中国选到过去 就是当时就有我 当然当然特别开心了 完了之后 我就从美国 当然它是 十月份比赛 我记得 我是八月份 就去到美国了 然后我一个人去 在美国办签证 谁 没有人帮你 你就上网 查 自己填那些东西 完了 自己递交申请 然后 我记得 我当时银行流水 还打错了 银行流水打错了 完了之后 人家说 没关系 你补一下就好了 拿到之后 我那时候 第一次感受到 我作为一个亚洲人 英文比白人还好 是吗 对 因为我当时 我记得我当时 做的那个航空公司 航空公司 是Lufthansa 汉沙 汉沙航空 Lufthansa 汉沙 他们全是德国人 我就问他 我说 check-in是在这里吗 我说 德国人不学英文的 我知道 不爱说 还好 然后他就跟我说 他说 你说慢一点 对 然后我记得 我当时 我还transfer 因为我是从JFK 然后坐到Frankfurt 然后从Frankfurt 转机transfer 到Düsseldorf 然后从Düsseldorf 再转那个train 我好想帮你 帮你翻杜塞尔多夫 杜塞尔多夫 Düsseldorf 杜塞尔多夫 然后坐那个火车 那真的是 跟动车肯定不一样 非常老实的火车 铁皮火车 你就上错了 站也没有人管你的那种 我记得当时 我就说 我说 这是那一站吗 完了 他 然后 有一个太太 他很想帮我 但是他不会说英语 可是他听得懂啊 自己贼着急 贼着急 跟我 督路了一大堆德语 我听不懂 到最后他说 他说 没关系 你要去Essen 因为Essen那个地方 是有很多大学在那里 他说Essen 他说这个人 是从Essen来的 他说 他肯定是大学生 他英文好 完了之后 我当时手机也没有网 你知道我怎么 我就 人家帮我上网上 Google了一下 这个列车时刻表 完了之后 我就咔嚓照一张照片 我就对比着那个时间 对比着我自己手机的时间 我约莫着知道到哪 然后因为 大战他才会说英文 小战他只会说德语 当年话 对 哎呀 你是不知道啊 我差点以为 像那个地方 人生地不熟的 你真的去到一个 谁也不认识的城市 你打扮回不来了 手机又不通 当时我就 就万恶的AT&T 那个那个 美国有AT&T Verizon 还有Spring 就是这几家 我当时是AT&T 还没给我开通 国际漫游 你很旺对不对 对 没给我开通 国际漫游 反正 但是现在不也过来了吗 过来了 就胡隆各的 现在我也在这边 所以你后来才在 深入人心 就像就啥都懂 都照顾大家 因为你生活经验 最丰富 也没有一些 乱七八糟的经验 比较丰富 闯荡江湖的经验 也最丰富 对 乱七八糟的经验 会比较丰富一些 真的吗 可能心态会比较好 因为大风大浪 我记得 当时收到 朱莉亚的录取信的时候 我有说过吗 几点了现在 不 我要下班的 不 我要下班的 没有 我记得当时 愚人节的前一天 3月31号 我记得非常清楚 早上起来9点 我在上教育课 我有说过 我记得我说过 你再说一遍 我没听过 然后呢 因为美国学校都发email 他的admission office 会给你发email 通知你过了还是没过 他有一个套路 如果第一句说 第二番 Congratulations 那你就是考过了 如果他第一个是 Thank you 先谢谢你 那就是你没过的意思 早上9点 非常清楚 我一看朱莉亚的admission 我要不要打开啊 我想算了 长痛不如短痛 看一看吧 第一个 Thank you apply 什么的朱莉亚的school 什么乱七八糟 我想毁了 没考上 完了之后呢 那天正好我上coaching课 其实我去那个学校去朱莉亚 跟我那个coaching老师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我在MSM第一次跟他上课的时候 他是韩国人 他说你有没有报朱莉亚的 我说没有 他说你要不要试一下 这才萌生了我去朱莉亚的这样的一个想法 我正好跟他上课 我说没考上 他说没关系 他说那封信你再往下读一读 我就又罢了 我说哎呀 还有在我伤口上撒盐吗 我看了一下 看了一下 在下面是不是 没有 他只是跟你说晚上七点 你要log in 登陆他们的系统 他有这么大的一个叫result 然后把它点开 才能看到 因为他有一个登陆系统嘛 我说哦 哎呦你不知道 我觉得那是我人生当中最满场的一天 不叫转折 我待会我说最漫长 我就躺着也不对啊 是坐着也不对啊 饭也吃不下去 就有一种 你的judgment day 就是就在那一个时刻啊 哎呀那一天就太难熬了 我记得我是左躺右躺上躺下躺 就时间就是过不去 过一会儿怎么才过20分钟 我们才过 就终于熬到了晚上 7点 哎呀老兵 人家网络特别好啊 人家网络特别好啊 也不会特别丝滑 也不会卡壳之类的 进去 进去一看 真的那result这么大 一点也不卡这 真的这么大 你不仔细看都看不见 一点开 恭喜 恭喜 我当时我就 彩蛋感觉就像是 我的室友还在旁边 我就嗷一嗓子 我室友说你咋啦 我ذا搞上了 哭了是不是 我说我烧热 对 哇 好棒 完了之后 贼开心嘛 完了给我妈打电话 我还没在屋里 因为要宣泄一下情绪 我跑到琴房里去了 因为她那个堂姆中间有两个琴房 我跑到琴房里哗哗大哭 我妈以为我没烤上 没关系明年还可以烤 我说我烤上了 我妈说那你哭什么 那天晚上韭菜粉丝鸡蛋又加了一个鸡蛋 那也没有 其实当时我是觉得 我的人生圆满了 当时如果客人不提醒你的话 你就不看了 你就不往下看了 就有可能 那也不会 她会再发email提醒你 就找不着你 她会给你打电话 反正总得问你到底 而且我记得4月1号的时候 我来的我的那个scholarship的通知 这些东西都 其实那几天我就 就是像晕晕乎乎的嘛 觉得不真实 我就觉得大家可能都知道 我本科就在山师上的嘛 我觉得我当时考的时候 都没有考虑出点这个学校 我觉得离我太遥远 那是谁待的地方 说我怎么能够上那种学校 那电视里头才能出现的一些人呢 后来觉得其实梦想 其实并不是那么遥远 怎么要去试一下 对我其实就怀着试一下的想法 我想不考白不考啊 也就100块钱的报名费啊 100刀啊 100刀的报名费啊 对 其实 哦对 你看我考7个学校花了多少钱 密西根贼坑我记得150 有的时候 哦 Curtis 300块钱 哦 Curtis 我都觉得他是不是每年都指望着 报名费发家支付了 我觉得 对啊 考语也很贵啊 对 但是 现在考托弗雅斯 那个费用越来越高了 他报名费300块钱 你记那个Pris Gwinnig 如果你没过的话 这300就白瞎了呀 他也不退给你啊 对吧 他不退的 哦对 就说到Curtis 我当年考Curtis的时候 Curtis考了对不对 考了 嗯 完了以后 我以为我 我们在那个Black Box里面 声音贼感 我觉得我唱的是一坨屎 我觉得我唱的是清教徒 嗯 那个 那个 就是这样的一个 贼称就是大线条的报唱 我觉得我自己唱的是一坨屎 嗯 完了之后 我就肯定进不了Callback 我直接打包我就走了 结果 在那个什么 然后我另外一个同学留下了 嗯 我就不提是谁了 另外一个同学留下了 完了以后呢 嗯 他留下可能就是想准备第二天的Callback 就是第二轮考试 然后我走了 结果我在公交车上的时候 他给我打电话 我说贾凡你进了 我说啊 哈哈哈哈 我说我觉得自己唱的是一坨屎 你好烦 你好烦 我们这个不是你聊车的那个直播 好吗 哦 在这么多人面前 真的 因为 为什么呢 我后面知道了 他那个 人家就想听你最本真的声音 嗯 他去的就是那种 他吸音太厉害 就为什么所有人出来都觉得自己是坨屎 嗯 所以 大家有时候考试的时候啊 你自己觉得自己是坨屎 没关系 可能别人比你 还别人是西的 别人觉得你是一种花 是吧 所以 嗯 怎么说呢 就 我就第二天收拾收拾又回去了 啊 那酒店还坑我 我记得我当时在那个boking上看到 他一天是 六十刀 嗯 就说最后credit card charge了150 我就想算了 我人生地不熟的 我也不跟人家讲这个东西 说快到时间了 我来看一下时间啊 真的 因为我们还有一位先生已经开始在锻炼身体了 对 本来说好了 我跟贾凡聊半个小时让他上来 这会儿已经聊了快两小时 你快上来吧 没想到就是贾老师喜欢这么 嗯 对吧 小情歌对不对 细腻的 细腻的 小小作品 对 跟他这个两米多的个子不是很配 对 对 我们要不先来个啥吧 先来我要你 先哪一首 先哪一首 先四个字的还是三个字的 三个字 三个字的 我很喜欢那首歌 我非常喜欢那首歌 对 我听过原唱在我节目里面自弹自唱 我要听一下那个贾凡唱 来 新姐在台上吧 要不 我在这 你需要我干嘛 我做你忠实的听众 好好唱 哎呀 怎么九点十一了 我赶一下下班了 什么歌 我要你 啊我要你 啊 好好好 来 我要你为我手掌 我要你为我手掌 这夜似风儿吹 吹的心 扬扬扬 我的晴朗 你在他乡 你为我手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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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手掌 你的空 它眼中开 只有你墨 你的笑颇 让我稠暖 恿过来 默默帮你伤我的今晚 你在何方眼看天亮 我要你在我身旁 我要你为我梳妆 这夜色风儿吹 吹得心痒痒我的晴朗 你在他乡眼看天亮 都怪这夜色老人的风光 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 我要唱这歌 默默把你伤我的晴朗 你在何方眼看天亮 你伤我的晴朗 你伤我的晴朗 我在何方眼看天亮 你伤我的晴朗 眼看天亮 也是自己做音乐剧 然后这个版本你听过樊冲自己唱 听过老郎唱 听过老郎跟任素希唱 就我就想啊 贾凡 对啊 每声能勾音唱这首歌 你为什么会喜欢这首歌 喜欢 你是什么时候听到过这首歌 你是看那个舞台 驴的水 你是看那个电影吗 贾凡有的时候真的你喜欢的东西 跳统 很跳统 你还真的挺有时间啥都看 不想跟你一块站着聊天圆夜的 太高了 怎么样 我问问可人 可人来接着到我们聊天吧 咱俩再站在一块我心里安全一点 我不 我们衬托塔 对 衬托塔 慢慢慢 Doremi 可人你跟贾凡 也是因为拉克马里诺夫才认识吗 还是你之前就认识 算是吧 因为529530 然后当时 那是第一次见吗 你以为不是 你好像来看过别的 好像看过别的戏是吧 我记得 你跟我说过 对 但是没看过你的看 你不是说是 贾凡以前你知道可人吗 你知道他也是个学霸吗 我知道 全能音乐人 没有 当时 你比如说蛋壳的时候 对 我就说可害怕他了 我说 没有没有没有 蛋壳你是音乐总监 是不是 他是音乐总监 特别有才华 你为什么怕他 也没有我当时是因为 我觉得大家工作都是特别的专业 我说既然我说你是音乐总监的这样的一个身份 我说他就会把控全局 当然比我这个就只唱那一首的 要对整场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控场 所以当时就是他跟我说怎么做 我说OK好 我说没问题 就我们以非常工作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去 那你说一下为什么怕 也没有很怕了 因为当时你说是不是 那个发过的demo跟后面的 其实有一丝丝的不同 就别拆别人谈 对是 对没有拆 就有丝丝的不一样 对是 不一样但是 是我改的 对 不是demo的问题 不是 不是demo的问题 所以就是可能 对 对 其实蛋壳 因为他们其他那些人全都是音乐剧的演员 然后甲凡是第一次跟你合作 然后歌路又跟他们不太一样 他属于好调教的吗 不对不对不对 我们合作是那个贝多芬 哦 那个 大赏 大赏的时候 对 蛋壳已经很熟了 对对对 蛋壳已经 对 已经是好朋友了 对 怎么画风反转这么快呢 好啦 那个作为制作人来讲 甲凡是个什么样的演员 作为制作人的话 对 制作人 音乐总监 作为音乐总监 作为 甲凡就是特别快嘛 就是 工作起来很快 啊 工作起来很快 对 就是 领悟能力很快 哎呀讲清楚讲清楚 别笑了 我饿了别笑了 您让我说完吧 工作起来就特别快 然后就是 稍微 说几下一下就明白了 然后就是一些反正也没有很多问题 因为其实有时候我们工作会 会 莫名其妙会带一些就是 不好的习惯 比如说一些什么术语啊 那其实那玩意儿不太能够在 音乐剧的行业里面来说 但是其实 跟贾老师呢就没问题 可以说一些什么 斯达嘎都 斯坦妞都 都能说啊 都能说 你们俩都是学院派的 对对对对 就会非常方便 工作起来 因为我之前就看过那个可人版 最早的时候就看可人版的拉赫 因为可人在我心里是那种 他真的是很艺术感的那种 哎呦 没想到我 对完全没想到 就是可人的多面性非常的 可塑性很强 这轮合作下来怎么样 这轮合作下来 因为你面对不同的打力对不对 对 你面对好几个打力啊 对 就主要还是脖子酸 跟哲鸣没有这个问题 跟哲鸣有时候对戏 你可以这样对 跟贾盘就 就好不容易熬走两个 就稍微高一点的 然后来两个更高的那种感觉 对 有这种感觉 但是然后贾老师也是 因为我们这轮演两场嘛 第二场就感觉贾老师 就是已经松了很多了 在台上 状态 状态 我饿了大家 我饿了 我们赶快要唱点啥 唱点啥吧 让我问完贾老师呢 那个面对各自不太一样的 两个拉赫的感觉怎么样 我说了 我说他气场凉米巴 刘洋没有凉米巴 是不是 他们塑造出来的拉赫 其实也不是特别 他们俩风格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对 所以 其实我很喜欢就是 他有时候我们在舞台上 我们两个就是眼神的这样的一种 可能因为这个是在大剧场 大家可能注意不到那些细节 我在这个地方说他 就是跟他说 就是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 那几段戏 他的眼神大家是看不见了 但是我觉得是特别特别 好 我特别喜欢的 我觉得这种眼神的这样的一种 这种细的一种交流 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的 嗯 喜欢就好 喜欢就好 好了 我们下面再唱一首歌 好 怎么又选了一首 这么老派的老式情歌 但是你这首歌以前也唱过 对不对 唱过 今天就是给大家唱的都是爱的真言 最近没有学新的流行歌 学了 哎呦我八八 我俩那天唱的都是新的对吧 真的吗 哪天 先唱老的 我们待会儿有可以加演吗 八八六十四 八八那天双人那个什么 哦那天 对对对 唱的都是新学的 其实也是老歌了 哈哈 那我们先把准备的老歌 先唱一下好不好 好 下班了 唱一下新歌好不好 对老师帮我麦咪一下 谢谢 爱的真言 来欢迎一下 不不不 我好想快点下班 哈哈 没有 我将春天付给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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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春天付给了你 握著你的背影留給我自己 卻將自己給了你 愛是沒人能夠了解的東西 愛是永恆的生命 愛是幻想淚珠飄落的過程 愛曾經是我也是你 我將春天付給了你 將冬天留給我自己 我將你的背影留給我自己 卻將自己給了你 愛是沒人能夠了解的東西 愛是永恆的生命 愛是歡笑淚水飄落的過程 愛曾經是我也是你 愛曾經是我也是你 愛是沒人能夠了解的東西 愛是永恆的生命 愛是歡笑淚水飄落的過程 愛曾經是我也是你 愛是愛是永恆的愛 愛是永恆是永恆的ladı 愛是永恆的星期 愛是永恆的每開都往erer 我叫生命忽悠了你 谢谢继续继续继续了继续老师得给他开个麦了这首歌是自己重新编了一下吗这首歌是有后悔无期在里面对对啊就是我也是第一次听这个版本后来就是完成自己的那个马灵感吗没有没有是之前参加节目的时候马克老师然后把它编在一起 对这样的然后之前巡演的时候唱过很多轮对其实我觉得今天挑的这两个歌就其实就就唱过很多次但是我觉得也每一个时期都是都很有意义的一首歌 改变 可人没谈过 改变挺神奇的就是我将真心给了你然后就一个人消失在海底 哈哈哈 我刚才在跟那个甲凡说因为他们那个《生用人心》第一季的时候制作团的就是音乐老师都是台湾流行歌坛很厉害的 黄云玲老师对吧中西敏老师一个编曲大师那金曲奖好几次得奖的黄云玲老师自己Bosanova女王台湾的第一代Bosanova女王但是你们又是美声的就是比较艺术路线的然后选的那些歌呢有些歌可能他们都不是很熟因为是有我们那种历史时代背景的那个过程会不会很有趣 哎小丁老师发专辑我要帮她主持过新闻 小丁老师特别好 太可爱了 都很好 没有我是说当时可能因为怎么说呢时间贼紧 完全顾不上对吧 其实真的有点顾不大上我们吃早餐的时候就就在底下然后还跟老师去聊这个因为你要背词啊有的时候他们他们提词器时观时开的 不稳定 不是他们不想让我们看提词器 因为这这个也是那提词器在贼鞋就一长六我们只要一看提词器就往翻白眼就你看哪一个那个歌手如果是翻白眼的话他不是故意他在看提词器他们对你们的要求就是要记住词嘛对而且时间特短大概两三天你就得又得学和声� 编曲完了之后这些所有东西你要录节目然后对是 真不容易 真不容易 嗯 我说我听讲他有点不显得谁个子高 然后那个那儿飞老说你看看他们俩的一天花板有多高 刘洋哥就这么一点了 顶天花板了 对他比我高 刘洋哥比你高 他才是1米91 你看他们俩那个头顶天花板 有没有看到 我们那个排练厅本来层高就矮 然后就特别压抑 特别压抑 没有 但是其实就说到这个排练的时候 我觉得不光要感谢所有的制作团队 还有导演 音乐总监 然后所有人 然后其实作为我来说 我也挺感谢可仁和那个施舟明老师 对因为我觉得有他们两个人 那不叫老马食徒 就是他们对很熟 对然后我们就会经常去问他们一些细节 然后他们演 对演一遍 然后我们再看 就那个东西是特别直观的 所以这次这么快能把这部戏弄下来 也是不光是由我们所有的非常认真的团队 制作团队 然后再共同努力 我觉得也是有之前两位演员 对于我们新演员的这样的一个照顾和帮助 不用不用 真的真的真的 我其实昨天看了下午就是哲明跟那个刘洋的 我就还问 我说那个你们对贾凡的印象怎么样 然后他俩都对你评价可高了 谢谢 然后就说这个就问哲明 哲明就说那个加班人特别好 特别暖 特别乖 然后呢刘洋就说那个他的这个打力就是很心理分析师 但是说你就特别特别有走那个心理路线的感觉 有吗 有吗 你应该问他呀 有吗 就是你搭了不同的打力 就你感觉你被治愈了吗 就只要你一进屋子就感觉整个屋子都是你 就那种感觉就是笼罩 可能刘洋哥还好一点 我是真的是就是我感觉拉赫加层高也就2米2 那种感觉 就那种感觉 暗无天日的 所有人都看过可人跟那个贾凡搭的吗 都看过 不是到最后不是达里治愈了拉赫是俩人一起疯了 突破了这个剧本来应该有的 好了 今天还是会来再合作一下 对 我们会唱一个 基本上在剧里面是听不见我们俩人唱的歌 对 你说吧 你的场子 再见拉赫 真的再见拉赫 拉赫今天都没来 再见拉赫 我来了 你来了 你们换歌了吗 没有没有没有 他在巡演的 应该唱什么 随便你们爱唱什么唱什么 只要是你们俩就可以 好吗 然后不弹琴了 对不对 不弹琴了 好 我们把舞台交给他们俩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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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好 好 心与心之间 如此支撑相见 某一个瞬间 突然盛开的心念 值得一生去珍惜 你终于能推开窗 窗外就满阳光 愿从今儿后 你会倾听内心声音 纵然过去你和他们 曾渐渐疏离 愿从今以后 你会倾听的声音 它让我看见风景 你终于能推开窗 窗外冲开阳光 你创造的旋律 那些声音 听见吗 听见吗 爱已阵阵传过来 装起心灵 怎给我指引 请问 您会认为我觉着 请问 您会认为我盛开窗 连高的家庭 妆逾了解荧 祝的一生许真心 这水深情节 史诗集挺多的 伴奏太难跟了 对 这伴奏是录 因为是录的 因为拉德演出是现场的伴奏 所以不一样 这个伴奏真是很难跟 关键有个史诗集挺顿 这伴奏是拿我的那个版本做的 反正还是你的过 我的问题 说相声的感觉也挺好的 就那么看着 身材比低 什么特别好 对 本来你们是要唱叶莲娜的吗 因为我很喜欢那首歌 是不是 有伴奏的 有吗 没有 没事 或者你们唱一下 就是最近排练的一些新歌 就可能可以弹的 新的流行歌也可以 随日排练 没有排练和别的歌 没有吗 那唱一唱 因为我第一次碰到 就是做一个访问 就是PPT也没用上 我们PPT一页都没有过 就该聊的话题一个都没聊 是吗 对 全天他在聊那个 对 就从这儿聊到那儿 从那儿聊到这儿 对 对 对 这样会造成播出事故的 你俩都不说话了 对 对 这个不是我去拿个iPad行不行 行 快速 我给你拿 所以 跑步快可人 对 不是 人家你看人家文广的其他工作人 要下班的 对不对 对 但是我真的好喜欢 什么加钱 我听到了什么 不是我说的 没有了 我们今天可以理解 因为开始稍微晚了一点 对不对 把这个时间补给大家 看我多好 我刚才说 加钱 好 好了 可人很可爱 他真的是一个 就是一直才华 就一直往外冒的一个人 对 太有趣了 最近很喜欢他 最近 这么快就来了 这么快 还没来得及夸你呢 好 所以那个你们要唱的是什么可人 iPad的谱子会比较多一点吗 这个 其实我也是很喜欢那首歌 蛋壳的 蛋壳里面 我的那个唱段 你听见了吗 对 对 这个是 谭浩老师写的一首作品 谭浩老师写的一首作品 然后我们也没有跟他打过招呼 反正我 反正这个活动 我结束以后我给他发微信 发微信 老师帮我卖谬一下吧 老师帮我卖谬一下吧 谢谢 这个真的是临时加的 真的是临时加的 你看他都去拿iPad了 谢谢可人 谢谢贾帆 来 还记得吧 我给你同 我给你同 啊 跟我同 把我收拾一下 我给你同情 我不要一个人走回家不说话 我不停纠造那些鲜花 不敢被笑话 我无声地反抗 何时能战胜他 无论我是否曾大声哄怀 听不见我的声音 不代表不曾被伤害 忍不下我的告白 是不是我不配被爱 渡不到现在到底为何存在 离开是不是唯一的答案 就算离开没人想干 就算存在没人释怀 不曾听见不会看见 没人在乎我的存在 我的呼喊 我还记得呢 对对对 哦 谁说的bravo 不要说bravo 不要说bravo 有阴影 有阴影 还要加演吗 不要 没歌了 没歌了 到这了 好了 我今天好开心啊 就是能跟 甲凡就是那个聊天聊到你 虽然聊到你云里雾里 就你还觉得时光没有虚度 对吧 就跟着他 所以大家没有获得任何有效性 对 但是我觉得就甲凡的精力 你会给很多喜欢音乐的孩子 会带来就是 会嘛 会 就是说 就像你说的嘛 你说你要敢想 你要去自己主动去争取机会 包括我们采访你 你说 包括拉赫 你也是有主动去争取 对不对 你是一个还是就是 自己想要去做的这个事的话 你态度是非常主动的 心姐开始拔高了 升华一下 升华一下 是不是 鼓励大家一下嘛 应该还是有很多 比如说未来可能有求学方向的朋友 是因为喜欢你们 或者喜欢音乐剧 他想要找到一些动力 我是觉得 从我自己 现在我觉得很多的事情 能跟大家以这么样一个 开心的一个方式 能够讲出来 其实当时经历的时候 真的是一把鼻涕一把泪 或者是真想这个事 我就不干了 我就不做了 但是请大家要记住 就是方法总比困难多 老艺术家有伤身 真的方法总比困难多 就遇到事 千万不要自己挤兑自己 就是时间 其实有的时候 它会帮助我们去抹平掉 所有的一些不快乐 或者是什么 所有的一切都会帮我们去抹平 所以遇到困难 其实我讲的那些很多 其实那些都是人生当中的 很多都是一些伤痛 或者是什么 但是希望用这种比较开心的 就经历过了之后也就那样了 对吧烫了就烫了对吧 那个什么就什么了 就是 这其实也挺好的 我觉得你的所有的一些经历 都会成为你以后的一个谈话 或者是谈资 就是你再回过头来看一下 其实是很开心的 那段时光是很难忘的 作为音乐界的前辈 周老师 周董 周董 提一些期许 来期许 我看你说什么 你只有两个卖 我突然想起来 你今天在台上换了好几个身份 你发现没有 合作者 对 我突然想起来 有一个建议 就是 那个 take31 没有 没有 它是搬迁搬到了 CBS 哦 换名字了 没有 它也没有换名字 它就搬到了CBS的旁边 你去吃了take31 我吃过 我吃过 就是 就在换到了CBS对面 好像 我以为它关了 只是搬到了 主干道上 没有别的建议了 等我问一下 那个超市叫什么 你还记得吗 CBS Ktown的CBS 对面不就是take31 不不不 那个超市 啊 我要说什么 哦 没事了 没事了 就希望大家能够今天也是 也就是一个比较轻松的一个 开心嘛 对很久没有这样 就以这样轻松的一个 方式跟大家去 而且免费的 对不对 哈哈 哈哈哈 就像那个拉赫一样 就是他们家房子免费住啊 对 跟大家进行一个交易 这很难得 也特别的开心 也其实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去年那个目标 我的目标就是想要来到主剧场 哦 然后完了之后有自己诞生 啊 结果诞生了 把你诞生出来了 诞生了 谢谢文广 谢谢 啊 谢谢可人 因为接下来他们两个呢 还是会不断的捆绑在一起 对吧 以前下半年 下半年就一样 下半年档期都是一样的 一样的 就永远看到他们俩会 对 初双 不不不初双入队啊 反正就是经常会在一起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在舞台上呢 创造出很多的这个美好的瞬间 嗯嗯 好了 谢谢大家 真的 谢谢大家 辛苦了 就是因为 就像我刚才开场 其实还是挺感慨 我刚才还在跟可人回 我说可人 你那场诞生好像已经是前面的事情 对 第八 第八七吗 第八七 就是第二十八七 就这两年下来吧 我不光跟可人成了好朋友 我跟他妈也成为了好朋友 我跟何英老师经常就微信聊天 嗨 我相信今天跟小凡妈妈 你好 好我们也可以加一下微信 没有了 看了一下就是 哈哈 因为我今年把自己的二维码 放在那里来 稍微一下 给个特写 那个音乐剧演员的父母群 就为了下一次的那个做准备 因为都要从小长到大 就我们预告一下 下一期是祝宋浩同学 他已经准备是从 老朱 对 他那个话我不太说得出口 反正就去看微博 就能看到他那句话 就是 然后呢 贾凡这一场也是我们这个系列 一个音乐剧演员的诞生 到目前在这个大剧场 暂时的是最后一期了 下次我们会回到这个排练厅 来进行这个系列的诞生 所以还是非常感谢大家 我觉得每一次相见都是缘分 真的都是缘分 而且是不可复制的一个回忆 然后昨天晚上大家还在演出 今天晚上大家在聊天 就聊的有的没的 台子也拆了 台子也拆了 家也没了 对 拆的挺快的 就像做梦一样对不对 对 我 效率 院子还在 你们也在 而且还会寻业 他也在 谢谢大家支持我们的活动 谢谢可人 谢谢贾凡 谢谢大家 谢谢我们的规定动作就是 天然 天然给我们大合影 对吗 对 还要拍照 对 老忘了 好 哎呀 我这裤子 稍等一下 我们看一下位置 大家 等于是蹲着还是落着 可以 能坐得好蹲吗 不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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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有点好蓝 好的 好 好 马上一 咬三 可以了 谢谢大家 哇 你们收得好齐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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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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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